我們看課本八十九頁 三十七經 我們說過這部經跟三十六經 是一樣的 只是前面 它多了苦疾滅道 如實之苦疾滅道 這個還有是舍利佛 前面是舍利佛跟蘇羅娜講的 三十六經是蘇羅娜問舍利佛的 大概就這個差別 後面的大概都一樣 那我們來看 看到第四行 就是說它這裡講 假設你不能如實之 舍 舍己舍滅舍滅道 我們早上講過 這個其實就是苦疾滅道 舍後面一定是受想形式 舍受想形式一定在講五運 就是在講五運 在講舍一定是講五運 以舍為開頭 講五運一定是講苦 一定是這樣 因為五運是純大苦運聚己 它重點就是五運的最後面 五運行事 明色六度 促說愛取有 生老病死 願真會愛別禮這一些 生老病死 優卑老苦聚己 其實就是純大苦運聚己 一定要講這個東西 所以它就是在講苦疾滅道 這個苦 其實它就是在講生命中的苦 生活中的苦 就是我們生命要面對的問題 生活中要面對的難題 不外乎是這個東西 所以佛法不離開身心來講 它就是要解決問題的 那麼解決問題有一個很關鍵的重點 就是如實之 如其事實所知 那我們為什麼會不如實呢 因為我們習慣 沒有追查真相 而且我們會跟著我們的情緒走 就是受想形式 或是對事物的表象 就是色 就是外在的表象 以及受到我們內在情緒的干擾 導致於我們不能冷靜 理性客觀的 看待一切問題 而是受到我們本身 情緒以及我們 我們知識上的門閉 或是錯誤的資訊 那麼給我們錯誤的判斷 讓我們不能如實就去觀察 問題的所在在哪裡 以至於這樣 我們不能解決問題 就是不能 不能 不能解決這個苦 不能看到苦的真相 你就沒有辦法 往正確的方向去找尋 解決問題的方法 那所以就一再的 問題會一再的循環 那麼錯誤會一再的發生 痛苦會一再的 一再一次又一次的顯現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的生命的問題 如事而言 那現在第一個關鍵就是 告訴你要如實之 那麼冷靜 客觀 那麼智慧的分析 這一切的問題的根源 解決問題的關鍵到底是什麼 它到底是怎麼形成的 那麼這一套很重要 所以你見四地 於四地無疑 那麼你就決定會解脫 包括正見真相 不過就是 對於 這一套道理 你反覆操作 那麼你很 就是你很熟悉 那麼到你完全沒有華裔啦 你確見四地啦 你就斷三節中的疑 斷疑一定會斷身見 那麼 首先當然就是要離開錯誤的判斷 這個叫做借進去 就不是這樣的原因 你一直以為是這樣的問題 那就好像 你睡不著 並不是 並不是冤親在主纏著你 你一直是冤親在主纏著你 你就到處去找 求神問譜 你一輩子都意不好 解決的方式 並不是 不斷做法會 來驅趕冤親在主 因為你一旦 發現 就是你 沒有如實去了解這個真相 那麼你解決的方式 就會一再又一再的錯誤 那麼解決問題的方法 錯誤 你這個問題就會一次又一次的形成 就好像這個病因 你沒有查清楚 你用錯藥 那麼你就不可能 真正解決掉這個病 頂多只是 讓你的身體麻痺 讓你 忽略稍微忽略到這個病的痛苦 那個病並沒有被消除 這個就好像麻醉劑 止痛藥 安眠藥 它並沒有解決問題 它只是 讓你 有一個假象讓你以為這個問題 沒有了不見 這個水溝 很臭 你為了掩飾那個臭 把它封起來而已 那麼 這種 就好像 你身上有一個腫瘤 那你把它 用貼布蓋起來 看不見 就這樣而已 那我們解決問題一定要 就其事實 那麼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那這裡是在強調這個東西 好我們往底下看 我們早上講到這裡 這是第37經的第3行 所以它講 假設你不能如實之 這樣 苦即 滅道 其實就是 如實之 色即 色滅 色滅道之 是如那 當之此 沙門婆羅門 就是他 於色 能 能 他 先講到 沒有先講不能 於色 色其色滅 色滅道之 不如實之 是如那 當之此 沙門婆羅門 不堪能斷色 斷色其實就是斷苦 我們說過 你不然你這樣看 你這樣會沒辦法理解 那麼你能夠 色滅道之要斷色 斷色要做什麼 斷苦我們對身體的理解嗎 不是 就是你 直取 直取這個身體為真 直取這個身體為實 那麼由這個身體 由直取這個身體為真 為實 而 有所謂的 我見 我見 有我愛 我見 我愛為主 來反應一切的事 那麼 就會產生問題 就會 我們剛才講 就有疾 不能如實之色 就會有 就會有產生疾的問題 疾就是什麼 煩惱跟業 就一定會有這個問題 那煩惱跟業 就一定會導致苦 他就是這個循環 他告訴你的是這個 所以就不堪能斷色 其實就是 你就沒有辦法斷苦 沒有辦法離苦 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簡單講就是這樣 如是沙門婆羅門 於受想行事 不如實之 是 那麼 他中間省略 就是 受想行 那麼 不如實之 是 不如實之 就會受想行事 即 受想行事 滅 受想行事 滅到 即 不如實之 就不堪能斷受想行事 就跟前面的一樣 受受想行事 那我們要把這一句合起來看 其實就是五運 五運就是身心 身心 其實就是 純大苦運聚集 苦就是 怨政會愛別禮求不得 老病死 這一些 那麼這一些 生活上的 生命中的 那麼會 讓我們 有一些不堪承受 讓我們不斷地面臨這樣的痛苦 那佛法沒有什麼 就是离苦而已 离苦一定要离煩惱 那离煩惱 煩惱的根本是我見我愛 我見 就是 我就是受受想行事 就是你把這樣繞一圈回来你就知道 他為什麼要這麼說 是從根本上說 那當然我們解決問題 不是一下子就 馬上從根本上 不是 就好像 我們現在很痛 先要止痛 不痛了 再慢慢吃藥 慢慢吃藥 把裡面的病根去除 一樣的道理 所以 基本上 就是說 但是你要知道解決問題的這一套模式 它是這樣子的 要 不但治標還要治本 其實是這樣 好 所以他講 反過來講 這個是 反面的講 然後在正面的講 如果你 沒有辦法 前面 就是說 就是說 一般的人 撒門婆羅門 撒門婆羅門是要解脫的 他都是修行人 那如果你不如時之 五運 無常 苦 無我 一般我們講 詳細點就是 無常苦 空無我 那你就沒有辦法斷這個我見 沒有辦法斷我見 那你就沒有辦法離苦 因為我見我愛就是苦的根本 你如果斷了我見 雖然還有這個身心的我 你是不會苦的 那麼至少 你深苦心不會苦 而且 現在這個身心苦以後就不會再苦 未來不會再苦 那麼 身體苦心不苦 現在苦未來不會苦 這個是凡夫跟聖者的差別 那麼最明顯的差別比如說我們學了佛之後 了解了這個之後 以前會很苦 現在沒那麼苦 以前會很氣 現在沒這麼氣 以前拿不到 會很不甘願 現在拿不到 不會那麼不甘願 就是 他 已經 這個就是 法 他產生力量 叫做法力 那麼 你在面對的一切問題 你都看到這個法的力量 這個法都在運作 因為你執著是 對世間的一切執著的 那麼每一個人執著的點不一樣 有的執著 吃的 有的執著穿的 有的執著用的 有的執著住的 有的執著 那個人跟人的 有的執著夫妻關係 有的執著子女關係 有的執著兄弟關係 每一個人執著的點不一樣 那麼問題是 因為執著它一定會帶來落差 一定會帶來期待跟落差 所有的執著都會這樣 執著的身 落差就大一點 因為不可能 因為無常的緣故 它不可能每一次都符合你的期待 長時間符合你的期待 這個表現 這個 這個在什麼地方看得最清楚 剛結婚跟結婚十年後 這個最清楚 那麼 那麼一開始它一定是符合你的期待的 互相符合彼此的期待 但是久了久了就互相不符合彼此的期待 那麼 這一種慢慢慢慢的就會產生落差 那麼開始之後 就會帶來痛苦 那麼痛苦如果 還是彼此堅持跟執著的話 彼此都有執著的話 這個落差 這個 這個 會不斷的拉大 擴大 那麼痛苦就會越來越大 那麼問題就會越來越 越焦著 就 慢慢慢慢形成一種 我們叫做成恶 那麼或是叫做 積 就是積極 長久積極的怨恨 就是積怨 就會生慢慢生出來 那麼這個 大概大部分的人都有這種問題 包括親子關係也一樣 那麼夫妻關係也一樣 然後兄弟關係來自於家屬同事 家屬同事之間 甚至跟你鄰居的關係 都是這樣 那麼我們在面對這些問題 那麼就會產生 漸漸就產生我們說的 怨正慰愛別禮求不得 有種種的這一些 那這個 因為很多東西不是照理來的 那個理是你就世間 照理你應該怎麼樣 照理你應該怎麼樣 那個理是你表面上看到的理 但是它背後有一套運行的道理 就是 夜報因果的道理 那這個是我們 有時候沒有 沒有仔細看到的 所以你慢慢慢慢你會發現到 所有一切夜報因果的道理 那麼它的起源 它的起源就是苦的起源來自於你的執著 一定是這樣 問題不一定是你造成的 但是你之所以會承受苦 一定是跟你有關係 你可以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但不一定會 這個問題會在你內心中形成傷害 不一定 所以這個就是 有佛法跟沒有佛法的差別 我們看釋迦摩尼 我看那些聖地子 甚至看已經正出國的 正出國的 你看摩羯陀國 摩羯陀國 不要說不是摩羯陀國 是喬撒羅國 摩羯陀國也是 摩羯陀國的就是 平伯說羅王 跟這個韋提西 大副法 而且 照理講平伯說羅王也是正國的 他最後正三國 但是他之前 被他兒子 阿澤斯關起來有沒有正國 就不知道 但是他最後還是正三國 那韋提西 有沒有正不知道 那這個 波士尼王 波士尼王是正出國的 那最後也是被他兒子趕出去 然後逃到 逃到這個 喬撒羅 喬撒迪羅為國 我們要說的比如說像莫利夫人 莫利夫人非常有智慧 在這一件事情當中 也沒聽到 沒聽到莫利夫人 他是有發表什麼樣的看法 不知道 但是 想當然莫利夫人看待這件事情 也一定是 他原來的家園 去聽佛陀說法出來就回不去了 很多的家當 很多的 他措所不及 人生常常會發生這種事 你完全意料不到的 可是 我們如果可以知道 現在如果可以我們很想訪問他 你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那當然 我們可以想像而知 莫利夫人非常非常聰明 那他之前就跟 他之前就跟波斯尼王講過 因為波斯尼王曾經聽人家講過 佛陀說 因為有愛有痛苦 他很不理解 因為失去愛才會痛苦啊 怎麼會有愛有痛苦 佛陀會不會講錯 那個時候他還沒有信佛 還不是完全信佛 他知道莫利夫人很信佛 他就問莫利夫人 你師父說有愛才有痛苦 他會不會講錯了 這確定是你師父說的嗎 怎麼可能有愛才有痛苦呢 這跟我們世間的人認識的不一樣 世間的人是沒有愛才痛苦啊 有愛很幸福啊 就是因為失去了愛才痛苦 擁有愛才幸福啊 所以他很不能理解這件事情 他就說 要不然你去問一問你師父 那個時候釋迦牟尼佛 看他是怎麼說的 因為他不能理解這件事情 那這個後來莫利夫人就跟他講 這個佛說的道理是這樣子的 因為有愛就有執著 但是如果你的愛是不執著的 他就不會痛苦喔 你的愛不產生執著 他就不會痛苦 因為他有落差的問題 如果你執著他就跟他講嘛 他說 他說 道啊 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愛不愛 你的 你的 因為他有幾個大將 還有他那一匹馬 他有一匹很漂亮的象 還有 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還有他的大將 還有他的兒子 當然他也很愛他 他就一一跟他講嘛 你愛不愛你的那個大將 就很愛啊 他如果死掉你會怎麼樣 他會痛苦啊 你愛不你的兒子 那你愛不愛 你愛不愛這個 你的那一匹大象 很愛啊 他如果生變了 他如果死了 那你愛不愛我 哎呀 那我問你我如果生病了死了 你會不會很悲哀 你會不會很痛苦 會啊 對啊 佛陀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好 那佛陀難道沒有失去親人嗎 有啊 舍利弗幕僅人沒有失去親人嗎 有啊 他會不會痛苦 不會 他不愛他們嗎 他愛 但是他不执著 那麼這個就是問題所在 那麼這個就是問題所在 所以佛陀說 我們的 我們的五運是五曲運 我們除了执著 我們的色受想形式 我們還执著這個世間的色受想形式 當然世間不是用色受想形式啊 但是 执著這個世間的一切就是色嘛 就是言而彼此生意所對的色受想形式嘛 其實所以他才會講 跟前世和耳深處 處去受想師 講一下這個嘛 那這一些他都在六出那邊講得比較細 那這裡基本上就是以色受想形式來說 那你就會發現到 實際上是這樣的 我們把這個東西再拉回來 你會看到說 我們以我職為根本 而來執取這個世間的一切 要合乎我們的期望 要順應 順於我們的感受 如果對我們的感受是不順的 我們要求他順 但是 沒有辦法 你的爸爸可以順你 你的媽媽可以順你 你的先生你的太太可以順你 你的兒子女兒可以順你 外面的人不會順你 外面的人都順你 你是狗王都順你 環境也不一定順你 對不對 那這種東西 這這種事你會發現到 當你的執著越深的話 你會發現到 你對這個世間的執著越深 你就會發現到這個世間帶給你的傷害越大 這個是很明顯意見的 但這不代表我們對世間 一無 就是沒有任何的希望 不是 我們依然希望這個人變好 依然希望這個世間變好 依然希望社會變好 佛陀出家 他也希望 耶穌陀羅 大愛道 羅厚羅 敬犯王 他所有認識的人都解脫 他怎麼不希望 他也希望 他有沒有努力去讓他們得解脫 有 是不是每個人都得解脫 沒有 但是大多數的人都因他得解脫 但是已經得解脫的人 他也只是努力做他該做的 做不到的他就做不到啦 最明顯的 他的家族要被琉璃王屠殺 他也努力試圖怎麼樣 去幫助 幫助琉璃王不要造二月 幫助這些人不要因為這樣受苦 但是他看到的不只是這樣 因為過去的業力的關係 所以他背後有一套運行的理則 但即使是這樣 他也一樣努力 給他一個新的姻緣 給他一個好的姻緣 讓未來這件事 即使現在必然要這樣變化 必然要受苦 我們也希望 在他這個時候給他一個好的姻緣 讓他未來不會 再繼續這樣的苦 這個就是我們學習佛法 從中看到的一些道理 所以我們每天都面對這些事 我們每天都要面對這一些 會讓我們受苦 會讓我們起煩惱 有時候 我們會覺得這樣 大多數 別人讓我們起煩惱 有時候我們讓別人起煩惱 但是別人看起來 也都是這樣 多數的時間 是別人錯 少數的時間是我錯 就是說 我讓別人起煩惱的時間 我努力做到不讓別人起煩惱 但是我沒有辦法控制別人不讓我起煩惱 所以我們必須要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你對世間的期待 這中間包含有很深的執著 這個很深的執著 根源來自於你對你自己的執著 叫做我執 其實佛法 佛法講起來就是要講這一些 那你首先要降低 降低 對世間的執取 怎麼降低呢 其實你要看待事情要從 都要從有因有緣世間 就是人起的這一部分去看 還有就是 任何的問題都以解決問題 而不是解決我的問題 因為我們大多數做周章也要解決我的問題 不是 這個問題如果是大家造成的要解決大家的問題 就解決問題的本身 那當然佛法講 重點在解決我的問題 就是苦 那問題是你的苦從哪裡生起來的 其實就是從無明跟貪愛 無明就是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問題的根本 你不知道解決問題的關鍵 那麼你一直認為應該要這樣 不是要這樣 你一直要拉回到 順著你自己的方法 順著你自己的思維 那麼 以你有的感受上去 去做 那就會慢慢慢慢 你會把 把原來的問題弄得更複雜 以至於問題 不但沒有人解決 而且越來越難解決 那麼 導致以後來 你要解決問題變得困難 那現在如果你知道 我們就可以在這一部分 慢慢慢慢 先 我們說就沒有幾個部分 其實就是 我們說的戒定會就是 先控制一下你自己的情緒 然後好好的平復 讓心先冷靜下來 控制你的情緒就是戒 不至於 不會做錯 不是說完全不會 因為一開始不熟悉 還是會 那麼慢慢慢慢 你就不會慢慢慢慢 做很多事情 你做錯的事情就少 就算錯也不會錯得太離譜 那這個就是慢慢你有佛法了 你有沒有佛法 有沒有露心 那麼從你面對這個事情 那麼 你的態度 你的行為 那麼就可以看出來 那我們學習佛法 為的就是這個 那要不然你說你讀過什麼 讀過什麼 讀過什麼 跟你遇到什麼 那麼有時候 沒有直接的關係啊 就是 你讀過什麼經 讀過什麼論 讀了多少經 讀了多少論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解決你生活中的一個難題的話 那你讀這些書做什麼 你讀來做什麼 讀來增加你的氣質嗎 增加你的名氣嗎 還是要增加你的觀光 有多少智慧你就有多少光 可是 你這個名氣不能化成智慧的話 就是說 你讀的書啦 你讀的知識不能化成智慧 智慧就是不起煩惱的能力嘛 很簡單嘛 不起煩惱的能力 再退一步講 能夠解決問題的能力 已經起了煩惱 你怎麼控制它 怎麼調伏它的這個能力 最高的智慧就是 根本就不會起煩惱 那這一點我們做不到 不要說你們 你們有可能 哇現在還做不到 但是就是說 當你能夠不起煩惱的時候 那一定是從 煩惱可以控制 就好像你要滅這個火 火可以撲滅 那一定是你先能控制這個火勢 那漸漸你才能夠撲滅 一定是這樣的 那所以 你要先學這個 那學這個就是你所學的這個法 你所學的這個法 一定用在你的生命上面 那生命怎麼表現的 生命的品質怎麼表現 一定在生活上的 遇見這個遇見這個 那不是你吃好的穿好的 不是 你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 你的心裡痛苦沒人知道 那麼 這一些 這一些你的憂傷 憂悲惱苦嘛 我們就說 憂悲惱 憂悲惱 憂悲惱不離開 憂悲惱惱不得嘛 環境上的 不離開人事物啦 不離開這一些 那麼你都是怎麼看待的 這個是最重要的 那麼 那麼看待這些事情的觀念 解決這些事情的方法 這個不外乎就是 所謂造成我們所謂 見煩惱跟失煩惱 見煩惱愛煩惱嘛 就是見惑跟失惑嘛 其實都是從這樣來的啊 就是我們用名詞把它框起來 這個是什麼 這個見惑是什麼 這個失惑是什麼 適受想形式是什麼 處去受想式是什麼 那其實 你就把它歸到你生活上 你的身心整個變化 怎麼變化的 你遇到這一些 怎麼起 物理變化 怎麼起化學變化 那麼你把它放進來看 那你都怎麼解決的 那麼這個其實 這個其實佛法要告訴我們的東西啦 那你深入了之後 你把這個佛法帶進來 那麼運用在生活上 每一件事每一個人 好的不好的 你都這樣去看待它 這樣去處理它 好的也要處理啊 好的你不能夠過於執著 因為它也有可能會變 現在這麼好不保證 以後它也會這麼好 那麼你要它讓它持續這麼好 你這部分的因緣你要具足 它那一部分的因緣 你要給它好的因緣 讓它也能夠具足 最好也能夠改變它 但是不一定就完全能夠改變 但是你也朝著這個方向去改變 就好像佛陀 試著也要度罗霍羅 度虛把陀羅 度那個耶穌陀羅 那麼他 他也要先觀察 他能不能 那麼 並不是每一個他想度的人 他都可以得度 沒有 但是他嘗試著要讓每一個人都得度 那我們也是 不是每一件我們想解決的事情 我們都可以解決 但是我們嘗試著圓滿地解決每一件事情 在這個解決事情的過程中 最重要的是 解決之前我們沒有偏見 解決的當下我們沒有情緒 解決之後我們沒有什麼 沒有留下後遺症 不會有煩惱 這個問題 它就算圓滿了 不管有沒有解決它都圓滿 圓滿是來自於 你在這個事情當中 你運用了界定位 而且不起煩惱 這個就圓滿 不管事情有沒有解決 即使事情沒有解決 沒有你的預期 但是你在這件事情的表現中 充分地運用了你所學到的佛法 這個就叫做圓滿 那麼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不要只作為說 凡事都要呈現出 你好厲害喔 把這件事情都呈現出 不是 不需要這樣 如果可以當然 但是一切都是有因有緣的 它不是你決定的 你只能決定你自己可以決定的那一部分 好像這個社會 我們希望社會每一個人 都歸一三寶 都五戒十散 那不是很祥和 不是的 不可能 所以這部分 其實像三十七經 我們就說過 我們表面上看的就是 於色如實之 色己如實之 色滅如實之 色滅如實之 色滅到之 其實它講的 你把它用生魔化的語言說出來 其實就是剛才我們講的那一些 那它兩遍 一遍就是 你不能如實之 你就不能離苦 你能夠如實之 沙門婆羅門 能夠如實之色 其色滅 色滅到之 其實就是如實之苦其滅到 那麼 當之者沙門婆羅門 堪能斷色 斷色就是斷苦 所以 每個人學習佛法 總是有兩個條件而已 一個就是要離苦 一個就是得了 希望我以前擁有的 現在正在承受的苦 可以沒有 就算不能沒有 至少給我減輕 希望我現在擁有的幸福 或是我沒有的幸福 擁有的幸福能夠持續 或者增長 沒有的幸福能夠擁有 那麼不外乎就是這樣 離苦得了 那最大的幸福就是解脫 那麼 離苦的最高境界 其實就是 沒有煩惱 沒有煩惱就沒有業 沒有業就沒有苦 沒有生死 其實就是解脫 所以他講 你如果能夠 於這個五蕊 的這個整個狀態 五蕊的整個變化 那五蕊 它第一個它自己會變化 所以我們講 緣起 緣起主要有三種 身心互為緣起 心理會造成身體的負荷 身體的負荷又會造成心理的負擔 哎呀我這裡心 我這個有什麼病有什麼病 那麼你一直擔憂什麼東西又會造成身體 身體的 就是不協調 四大不調 那麼身心是互為影響的 所以 緊張多的人 胃容易不好 那麼 基本上就是身心互為影響 那麼這個身心的影響 心一部分的影響 除了身體之外 很多都是因為禁 各個各 誰怎樣誰怎樣哪件事怎麼樣 那麼這些禁 那麼產生對身心的影響 或是外在的禁 比如說你吃的東西 那個天氣冷熱 它會影響你的身心 那麼這個是心跟禁 互為影響 那麼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就是這個禁裡面是 有情眾生 主要是忍 自他互為影響 那麼這個你會發現到 源起不過就是 在自跟他之間 在心跟禁之間 在身跟心之間 你怎麼要讓他協調而已 那這一部分你要透過 一定要 第一個就是我們要習慣 有空的時候要坐下來 好好想一些事情 佛法告訴我們些什麼 告訴我們怎麼樣過生活 告訴我們怎麼樣 調理我們的身心 那我們通常都是 怎麼樣看待這個身心的 甚至你從來沒有認真 仔細地觀察過自己的身心 自己在有情緒的時候 這個情緒從哪裡來的 你有沒有曾經仔細地觀察過 或是說在情緒過後 因為情緒來的時候 你很難觀察 你沒有這個習慣 至少在情緒過後 比較沒有那麼情緒化的時候 這個情緒包括 很喜歡 很不喜歡 就是苦跟熱 它都是情緒 當你 當你被這個 這個很喜歡的情緒 整個包圍住的時候 你的心沒有觀察的力量 當你被很痛苦的情緒包圍住的時候 你的心 也沒有觀察的力量 也因為這樣 天上的天人跟三二道的眾生 比較難解脫 因為 他那個心都被他整個 這個 遇熱或是 被這個 被這個痛苦包圍住 即使他過去有學佛 他也很難在三二道中得解脫 為什麼 他那個心拉不出來 那所以 我們 沒有 你第一個 你就是常常保持 你的情緒不要過於 亢奮 就是 不管苦跟樂 愛不要愛得太深 恨不要恨得太深 基本上就是這樣 那你可以有愛恨 但是不能 不能太深 太深入 那麼 這樣能夠保持 你 智慧藏在一個水準上 那這個是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 就是說 一個觀念 如果你沒有 你常常讓自己 在那個剃刀邊緣 在那個懸崖邊緣 就是你那個情緒 非常的高亢 那麼 你就等同你現在是人 但是 你在天上 你就享樂 太幸福了 然後 你一直被那個幸福的感覺包圍 那個也是一種情緒 你一直被 你一直被痛苦的感覺包圍 那麼你沒有辦法 你的力量 那個時候你的心力雷絡 你沒有辦法突破 突破這一層 所以 因為這樣 所以導致於 他不能解脫 不能離苦 那這個 這個是 我們從經典裡面得到的消息 是這樣 好 我們往底下看 所以他講 假設 前面就是反面的 你不能如實之苦及涅到 不能發現問題 不能正視問題 不能 不能知道問題的根本在哪裡 不能解 不能 不知道解決問題的方法是什麼 不知道怎麼樣才是把這個問題 徹底解決的 那麼 你就離不開 你就 離不開被這個問題所產生的痛苦所 束縛 你離不開 你一定會受它束縛 那 所以 假設你可以 那麼就是怎麼樣 當之此 沙門婆羅門 堪忍斷 他講的是斷事 其實就是斷苦 斷苦 斷色受想行事 依色受想行事 依無取運 而帶來的苦 蘇魯那 一日雲合 他現在就在看 因為現在回到問題的根本 問題的根本就是 執著這個五運為真 以這個五運為真 以這個感受為實 那麼時時刻刻照顧自己的感受 要符合自己的感受 那麼 從這個角度 造作一切的業 起一切的煩惱 造作一切的業 所以佛陀從這個根本上下手 告訴你 你所 你所認為的真實 並沒有那麼真實 那麼 所以他說 開始告訴你 余陰和色為常 為無常 那我們說如果 第一個 這個色是自己的身心 第二個這個色是外在的一切境界 包括別類的身心 包括你所擁有的 一切東西 你所擁有的 不過你喜歡聽的音樂 喜歡吃的食物 喜歡穿的衣服 這一些種種 當然我們都有 就是我們有自己的喜好 但是 喜好並不代表你 你沒有它 你就會產生痛苦 就是說 我們有它是最好 但是沒有我也不會因此而痛苦 那麼這個是最好的 這個就表示說 你有品味但是你不執著 你可以做到這個樣子 但是說你一定要用這個 或是你一定要穿 不用這件我就不要 沒有這個東西吃 我就會很傷心 那我就會悶 那麼這些就表示 你雖然 你的 你雖然有品味 但是你的品味建立在你的痛苦上面 因為它不可能時常滿足於你 從這個地方看 所謂的色法 因為色主要是講五印身心 但是痛苦的來源不只是我們的身心 痛苦的來源是執著 執著這個色 或執著那個色 或執著這個色 反正都是有 那麼這一些 痛苦的來源來不是因為色 是因為執著 貪愛 但是這裡 這裡是因為從眾生的 眾生的角度 基本上 它的色 它的色 就是 它是運 色運 它的色運就是 色取運 就是無取運 色受想行事 就是執著色受想行事 所以 從這裡來看 其實一切的 一切的物質 包括自己的身心 那麼世間的一切 基本上 不斷地在變化 無常 無常只是講它在變化 無常並不一定不好喔 很多人認為無常就是不好 無常不是不好 無常沒有好不好 無常就是無常而已 無常只是一種道理 我們習慣把無常當成不好 其實 人健康到生病 無常 有錢到沒錢 破產 無常 一棟大樓蓋好 貪方了 無常 你要知道 本來沒有的蓋出一棟大樓 也是無常 本來生病了 後來 病醫好了 也是無常 本來是乞丐 後來變富翁 還是無常 所以無常沒有好不好 無常不是值得感嘆的 也不是值得歡喜的 無常就是無常而已 他只是告訴你 如是如是的道理 這個 就好像 這是 這是一盆花 那他只是 他就是花而已 當然 不然你喜歡的你就歡喜 你不喜歡的你就討厭 有沒有人討厭花的 有 有的人就討厭花 他不喜歡看到花 有花都給我剪掉 就只留下樹 也有人這樣子的 我以前在福遠後面那個 我住的房子後面 好辛苦種了一些花 我種了很多久 看到他開花了 好高興 我給他 我給他撐作 我的幸福後花園 我的房間後面有一塊小笛 我自己在那邊種花 看他開花很高興 我每天 每天一大早就在那邊看花 幸福小花園 結果隔天一早起來 花全部被剪掉 我說這個是誰剪的 幹嘛那邊的草你不拔 你剪我的花做什麼 後來我找到那個人 我說你為什麼要把花剪掉呢 花不好看 灰肉肉 就把他剪掉了 我說 世間 世間無常 算了算了 剪掉就剪掉了 那 這個就是說 每一個人看待事情的角度不太一樣 但是已經發生了怎麼辦 已經發生了就發生了 不然怎麼辦 你就發現到說 原來也有人不喜歡花的 他不管你啊 他也不管說你種那麼多 種那麼漂亮 因為他也不知道你每天在那邊看 以他為歡喜 但是你如果太執著了 你就會很生氣 你開始要跟那個人罵 你開始要罵他 其實也不需要 我記得有一次 我在服務院做教務長 有一個學生 我們服務院那邊有種櫻花 櫻花種得很大很漂亮 開花 那個學生 好心啊 你知道嗎 他就去修剪 修剪你也會修剪 他就把那個櫻花那個剪掉 他覺得要修剪之 可是那個花你不會剪 會死掉的 結果一剪 看到這個花這樣剪就一定死掉 結果有一個人就很生氣 就去罵他 那我就說你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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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找他來罵 因為花已經鋸掉已經死掉了 他是好心那不是故意要破壞的 人比數重要 已經鋸完了啊 不然怎麼辦 你罵他也沒有意義啊 你只要跟他講這種花不能這樣鋸 但是因為他很生氣 種很久才種這樣的啊 你甚至鋸掉了 那個櫻花要開得很漂亮 要開花了嘛 他很生氣要不找他來罵 我說你不要 因為第一個 你罵來罵也沒有用 你只是要讓他知道這個花不要讓他擠 可是你真的很生氣去講他 你一定會罵他 所以不要 因為人比數還重要 就這樣 這種事情就是有時候我們要 當我們在情緒上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看到 我們的那個執著 我們會覺得 我們這個執著是對的 本來你就不應該這樣做 是沒有錯 他本來不應該這樣做 但是那是因為你站在你已經知道的立場上講 對一個不知道的人來講 他哪裡知道本來應該這樣做 他不知道的 你負責的是教育他 其實只是這樣而已 當然我們的日常生活裡面 會發生很多歷史這樣的事 不是每一件事我們都可以很美好的解決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們都可以從 每一件事情中學到經驗 只要你依著佛法的思維 我告訴你 都可以 真的 你的錯誤不會一直犯 不會 你會犯錯 沒有錯 但是不會一直犯 問題不會一下子解決 但絕對不會越來越嚴重 就算沒有辦法解決 它也不會在你的內心留下傷痕 絕對不會 因為對你來講 你問心無愧 我已經很圓滿地解決這個問題 我已經很盡力了 如果沒有 那我智力不夠 我以後再增長智力就好了 其實這樣 你也不會自己呵責自己 有些人會不斷地呵責自己 那造成毀了 內心不斷地毀 我不應該 怎樣怎樣 也是藏道 也是藏道 你太苛責自己 老是覺得自己不好 怎樣怎樣 我告訴你 也是藏道 會讓你的心力雷弱 這個也不需要 也不需要 所以你只要 你只要好好的 依著佛法 如果 我們沒有智慧 我們就學習佛法 學習佛法就是要增長智慧的 那麼依著佛法教我們的方法 來看待這個事件 來解決問題 來幫助我們的生命 更有智慧 提升我們的生命的品質 那麼也藉由我們生命品質的提升 影響到 一切在你周遭的一切人 那麼不斷不斷的創造 那你就是在弘揚正法 那麼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 學習佛法最主要的目的 並不在於我們擁有很多的知識 讀過很多的書 沒有 每一本你讀過的書 每一本你學習到的道理 你都能夠運用 就好像你家裡放的東西 一定是你能用的 你能吃的 你能觀賞的 一定是這個樣子 能夠給你帶來喜悅的 你絕對不會 不喜歡什麼 或是沒用的東西 你花了很多錢去 去把它買來存起來 不會 一定是這個東西對你有用的 你才會花錢 花時間 花精力 把它拿回來 佛法也是這樣 那你花了很多生命 花了很多時間 學習這個 結果學習來對你沒有用 沒有意義 那問題 佛法絕對不會沒有用 佛法絕對不會 不會說沒有用 只是你不會用 所以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 學習佛法之後 第一個學習佛法 第二個要學習佛法 怎麼用 那一般 你買很多家具回來 也都要看說明書 要怎麼用 不然你買那個回來幹什麼 你買回來觀賞 不是嘛 你買洗衣機 買電鍋 你都要買回來用的 那你如果買回來不會用 那你還每天都每次都買一個回來 那你不是 那你不是 那你不是很愚痴嗎 我們學習佛法也是這樣 每次買回來都沒有用 學習回來都沒有用 還每次去學習 那你是 你就好像每次在買電鍋 買回來都不用電鍋煮飯的 那你 買那麼多回來做什麼 你是要囤積 囤積是 以後可以賣一次嗎 不是這樣子的 好 所以我們了解到這個然後再來學習佛法 其實你就會很清楚 那你你這個觀念先改變了 每一個佛法 即使一切是看不懂 因為看你之所以看不懂不會用 通常都是 你只是在文字上 表面上 解釋這個內涵 解釋那個內涵 吾韻是什麼 吾韻是色受想形式 色是什麼 原而鼻則深色的相位處 無表色 然後有所謂的形色顯色 表色 吾表色 你就只是知道這一些 那我問你 你知道這一些 跟你的生命有什麼關係 好像沒什麼關係 那就沒有意義 他告訴你這一些事要 讓你養成 看待每一件事情 你都能夠看到這個事情的真相 他不是你很淺的 膚淺的表面相而已 你要從各個角度深入 看待這個事情 全面的 完整的 看待一件事情 全面的 完整的 深入的 看待你所受的苦 看待你所面臨的問題 看待你這個生命 其實他是要你這樣 所以他才會從各個角度 切入 所以你養成這個習慣 你不管發生什麼問題 你一定會冷靜下來 從各個角度 其實他這個就是緣情嘛 一直追溯一直追溯 找到問題的根源 所以如果 如果我們從字面上看 其實好像也跟我們的生活沒什麼關係 真的啊 你說這本經從字面上看 那你回去能夠怎麼用 你也不會用啊 所以 但是他其實 他其實 他其實是 不離開我們的生命 不離開我們的生活 不離開解決我們生命中的悲哀 解決我們生活中的問題 讓我們離苦的 所以他這裡講 根本就是 根本就是執著這個身心嘛 那從色開始講嘛 那色是常還是無常 那麼他當然是無常 他會變化還是不會變化 所有一切存在的物質 非物質 他是會變化還是不會變化 會變化 那物質是看得到比較 比較詳細 非物質就是心理的層面 也是會變化的 你可以感 感受到 那先從物質的部分來看 因為 他基本上就分物質跟非物質兩個層面而已嘛 那我們從 從我們的生命來講就是 生跟心嘛 身體的結構跟心理的要素 心理的結構 他基本上就是這樣 那先講 那身體會不會變化 會啊身體會變化 那很明顯的會變化 這個 皮膚 這個身體的胖瘦 身體的狀態 整個都會變化 從小到大 長高長胖 變胖變瘦 那麼都會變化 所以 只要會變化的就是無常 簡單講就是這樣 只要會變化的就是無常 他重點在變化 那為什麼要跟你講這個 因為從這裡 當你知道會變化就是 沒有自信的 你不可以執著 他隨著因緣在變 並不是隨著你高興在變 不是喔 他是隨著因緣在變 不是你自己想要希望他怎麼變 他就會怎麼變 我要變漂亮 我要 我要變聰明 我要變什麼 不是 不是依著你的心願 不是依著你的期望 而是依著因緣 那這一點你要知道 那有一個問題要讓你知道 他告訴你 射長無常的重點 是要告訴你 不管你怎麼期望 他最終 都會怎麼樣 都會變化 老病死 這個是沒辦法 沒辦法的 你只能延緩 讓他沒那麼快老 沒那麼快病 沒那麼快死 可以 但是死這一點 當然還需要 比如說 不管你在 你頂多做到 你得五神通 六神通 你有五神通基本上就可以延了 可以延長你的身體 煩惱還童 到家也可以 那就是 你可以延長 讓那個身體 變化沒那麼快 但是最終還是要變化 所以 所以這個就是告訴你 你不要在這個地方上 執著 因為執著 最終你會受到痛苦 因為他最終還是會變化 所以這個就是 色為常 為無常 告訴你這樣 他說 當然無常 無常就是會變化 我們先下課 我都沒想到 不要去 你 妙子 我